2022年8月1日是大小S组合出道28周年纪念日 1995年8月1日,两人靠首发专辑《占领年轻》出道 成立ASOS组合 多年来,两人神仙姐妹花的形象在娱乐圈一直都有不可替代性 从最初的青涩到现在的成熟,他们也一直互相成就 一直以来,在小S眼中,戴S就是自己最可靠的依赖 从上华钢异校开始,两人就一直在为出道做准备 尤其是戴S,无论是事业还是生活,都完全承担了姐姐的责任 最开始和王伟忠签合约时,也是戴S负责谈判 王伟忠就说过,戴S是一个非常负责任的人,很为家里着想 小S就是什么事都不做决定,戴S做决定就好 此外,小S也一直是一位超级崇拜姐姐的小妹 两人的关系也让外界羡慕 在公开场合,小S是姐姐至上主义者 有一次两人合体出席活动,小S就说姐姐好美,自己甘愿做配角 而戴S也开始说起彩虹屁 不许胡说,妹妹是巨星,我充其量不过是巨星的姐姐 这番商业互吹也确实配得上他们耿王姐妹花的称号了